对于英国新首相Liz Truss的介绍 我还真的记忆犹新 没几周前的事情 没有想到他已经下台了 现在换了这个男人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他的名字叫做Rishi Rishi Sunak 明显看起来是个印度人 或许我讲太快 就是中东 亚洲 中亚 东亚 西亚 随便什么亚 反正肤色 你说他是墨西哥人 我觉得不见得一定是错 但总之他就不是白人 Yeah OK 所以有色人种 我们今天会学到一下 要怎么说 但总之他是英国的新首相Rishi Sunak 会当多久 谁知道 所以这里说Rishi Sunak The super rich former banker Who will be the first person of color to lead Britain Yes 所以他是 以前呢 他是一个banker 银行家 说银行家 我不知道对不对 总是在银行工作过 那好像他还在投资银行 在那个叫什么 是不是 那好 不是投资银行 叫Goldman Sachs Goldman Sachs 中文叫什么 这想不起来 我记得他有一个很响亮的中文名称 高盛 投资顾问公司 这个投资顾问还是投资银行 他应该是有分别的 所以 这个非我专业 但你知道高盛嘛 对不对 Goldman Sachs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是一个former banker 那他会是第一个 这里就看到了 person of color 就是有色人种 OK 所以黑人啊 亚洲人啦 墨西哥人哪里的 南美洲啦 我怎么一直讲墨西哥 也可以是巴西啊 所以总之有色人种 person of color 来领导这个不列店 Britain Britain 那有什么值得看的一些字呢 我们就往下看一下 他先前是财政部长 那财政部长呢 英国的说法跟美国的说法 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说 然后我们再就复习一下下 Listrust当了多久的 这个Prime Minister 好像只有7周 7、7、49天 所以好像是50几天啦 那这边说的是 Just 7 short weeks ago 7周前 It looked as if it might be all over for Rishi Sunak 所以大概 7周前 对于Rishi Sunak 好像呢 就是一切都结束了 我记得我在做Listrust那一集的时候 我也很有印象 似乎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 就是 他是他竞争落败的对手 所以这个女生赢了 这个男生输了 那我记得 那时候在报道上就有看到说 所以这个输的人也有祝福他 说一些祝福的话 所以当时那个人的名字 完全没进我的脑袋里 因为我没有想到几周以后 他会变成新的 那个首相呢 所以 这名字再出现一次 但总是我有点印象 其实那时候 所以大概7周前 It looked as if It might be all over 所以看起来啊 仿佛 as if就仿佛 仿佛一切都结束了 It might be all over for Rishi Sunak 所以7周前 看起来他的政治生涯就这样了 那他这边前面 然后接下来他说了 他是先前是 我们说的财政部长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Exchequer这个字 我就找了一下 对我来说也是生字 所以这是英国的这个版本 The UK's title For its Chief Finance Minister 所以我比较熟悉的是 Finance Minister这个词 也就是财政部长 Finance就是金融啦 财政啦之类的 那Minister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部长这样子 那英国叫Chancellor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所以Exchequer这个字 财政的 国库好像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 躲了Check这个字 那Check这个字也就是支票 这样子 那你看到 怎么红色的D 因为美式的拼音法 跟英式的拼音法不一样 所以美国就是CHECK 那英式就是CHEQUE 这样子Check I'll write you a check 写张支票给你 这样子 好 所以他是一个Exchequer 先前是 So he made a high stakes gamble 所以 所以之前 他赌了一场 好赌 So he made a high stakes Stake这个字 我们真的好常看到 那总之我们可以 很粗浅的理解为 就赌注 所以他下了一场 这个赌注很高的赌博 Gamble 那Gamble是什么呢 他当时就攻击 在前一阵的强森 你大概知道 强森他是跟着 就Listruss前的那一个首相 So he launched an attack That helped to end Boris Johnson's Premiership Yes 所以他launch了一个 发动了一个攻击 政变 简单的说 所以帮助的呢 结束了这个 Boris Johnson 他的这个首相期 这样子 Premiership Put himself forward as his replacement 所以他不但把他搞下台 还把他自己拱上了 来当他的替代 好 所以Put himself forward 把他自己往前放 嗯 要让我来取代他吧 As his replacement 可是最后呢 却输给了Listruss 所以But ultimately lost to Listruss 所以在那时候 看起来就是 发动政变 结果却没夺下政权 你这个落败的狗 那他成了失败 所以他就退回到了 这边有一个词 我觉得很有趣 叫做backbench backbenches So admitting defeat He retreated to the parliamentary backbenches 所以这是一个复合 不是复合 这是一个我们 还蛮熟悉的的一个 这个 分词构句 前一阵子Stanley常问到 那前面这边这个admitting呢 就是动词变成的 呃 主动的进 呃 主动的 然后是现在分词 脑袋卡住一下下 所以现在分词 呃 现在分词 那还有过去分词 所以 我这边强调一下下 这算是有点小复习吧 所以任何的动词 他都可以加了ing之后变成 动名词 或者现在分词 他也可以把它变成pp p就是past participle 其实翻过来也就是过去分词 但他也可以当作代名词 就是了 好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很常复习的一个文法概念 所以总之加了ing 或者变成pp的时候 他就绝对不可能再当作动词来使用了 我们只用讲了就好了 这个算是一个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下面留言给我 呃我们也 我说常常讲 可是说真的也有一阵子没讲 所以要是你想把这个听得更清楚一点的话 我可以在日后或许下周的影片里面 把这个东西 呃再拿出来复习一次 这样子 所以再强调一次 当一个动词 变成ing的时候 他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动名词 一个是现在分词 那pp的时候 则是代名词 或者过去分词 那分词说穿的 就是形容词 所以这边这个admitting defeat 这个admitting就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谁 形容后面那个句子的主词 所以要是你后面的主词 跟这个对不上 我们称这个叫做dangling participle 就这个participle在那里晃着 但是却没有对到一个正确的 该对的东西 那这里就先不讲例子了 所以这个admitting defeat 的确就是他做的事情 他承认了失败 所以而且承认失败是 必须是主动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里的admit 才会变成加ing so admitting defeat he retreated 他就往后退 退到了什么呢 退到了他国会里面的backbench 所以有个词叫做backbencher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国会那个状况 就是他有一条条的那种 类似板凳一样的座位 那前面的那个议长在讲话 那后面就坐了一排人或这些 那我们所谓的backbencher 就是你在国会里面没有被拔着起来当做任何一个部的部长 就你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你就只是一个国会议员而已 我们就称为你就是一个backbencher 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一点话来说 就是你没什么用 你没什么其他功能性 所以你可能没有弄出个什么委员会 然后来当个那个委员会里面的那个 呃 是不是叫委员长 好像也不是 你是一个committee的head之类的 那总之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其他功用 讲这样大概就够了 好anyway 那但是很令人 无法预料到的就是 没有想到他现在弹回来了 so but in a sign of just how unpredictable British politics has become Suneck has returned triumphant from the political wilderness to replace trust whose premiership imploded last week 好所以这句还不错 有几个词可以学 但是在一个什么东西 在一个这样的sign sign就是你知道征兆状况 现象 在一个什么样sign呢 就是我们能够 就是英国的政治是如何的 难以预测的的一个sign 的一个状况 这中文听起来好奇怪 but anyway so but in a sign of just how unpredictable British politics has become 所以这个英国的政治已经变得怎样 所以这样一个sign Suneck呢回到了这个 就变成是一个胜利者的状态 所以triumph这个字 打出来一下下 t-r-i-u-n-p-h triumph 那它是名词 我若没记错 还是我们台湾那个凶兆品牌 代安分的英文字 所以代安分其实英文的意思是胜利 得胜 这样子 所以形容词triumphant triumphant 这里是两个音节 triumph triumphant OK 形容词 那所以它就回来了 那回来的状态是胜利 so Suneck has returned triumphant from the political wilderness 所以它从这个政治的这个 一个wilderness 就是基本上就是野外 所以它等于算是被 放到了一个野外的状态 因为我们刚刚讲它回到了 backbench 那它从这野外的状态 又回到了这个主要舞台上 so he has returned triumphant from the political wilderness to what to do what 来取代掉trust trust的premiership 上周自爆 implode这个字 你把它翻译成自爆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去找 就是字典的话 它好像翻译成内爆 其实这个字 你知道我最熟悉的一个 这个字出现的地方 是玉米 爆成爆米花的时候 你就爆吧 你拿去这个在平底锅 弄一弄弄一弄 然后玉米就爆掉 对不对 那个就好像叫做implode OK它内爆这样子 所以从inside collapse掉 然后爆出来这样子 好 所以它跟explode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总之这里 回到这里大家概念就是这个 ListCharts没把事情处理好 自爆了 简单的说 所以自爆用implode 大家还过得去 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 我们也看到了 总之这people of color person of color 所以下面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再出现一次 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 he will become the first person of color to b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所以第一个 the first person of color 那么说man of color woman of color 通常就不用性别了 我们就直接讲 people of color就可以了 person of color 所以当着英国的首相 以及啊 他是在200年 最近200年内 最年轻的首相 他才42岁 天哪 我都45了 那这个比我小三岁的人 现在当英国首相 然后我在这里做英文的节目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so at the age of 42 he is also the youngest person to take the office in more than 200 years 所以似乎200年前 是不是有更年轻的人出现过 或许吧 其实我没记错 那个柯林顿在当总统的时候 好像也是四十几岁 那我是不是应该参加 下一阶的总统选举啊 声音笔 那下一段也蛮有趣 he was the last person standing after his rivals Johnson and the 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Penny Mordaunt fail by the wayside 所以他也是最后一个 就是撑到最后的人 所以这里一个片语 就叫做 last person standing 其实这个片语 以前是man 就男人 the last man standing 当然我相信man这个词 他有这个性别主导的意味 所以把man取代掉 变成person the last person standing 所以这个片语 叫做the last man standing or the last person standing 那另外两个人 要跟他争取的呢 就因为好像这个波士Johnson 强生也似乎想要来 把权力夺回来 那后来还是退出了就是了 所以在他的rival Johnson跟这个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所以这里其实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我们讲的国会 国会的那个议长 其实他的 他的这个高度 就大概跟前一阵子 放胎的佩洛西一样 the 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那时候我们也补充过 立法院house of commons 就国会殿堂 同一个字这样子 那这两个呢 fail by the wayside 所以fail by the wayside 这中文翻译成什么半途而废 你简单说就是没撑到底啦 那总之这个人有撑到底 所以我们才叫他 the last person standing OK的 那我们刚刚也知道他明显的看起来不是白人嘛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yes 所以他的父母都来自 East Africa 所以他并不是印度人嘛 他是 OK 只是说你知道印度人也是扩展到世界各地嘛 所以他们可能先去了非洲 东非 然后后来才移民到英国来 So Sunak whose parents came to the UK from East Africa in the 1960s is of Indian descent So Sunak 主持动词是 is of Indian descent 所以他是印度裔的这样子 那中间这个痘点 痘点包起来的就是补充资讯 所以他的父母来自 UK 不是来自 UK 来到 UK 从East Africa 从东非 1960年代的时候 所以他算是第二代的移民 可以算是 所以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 那这边这个结构就是 Somebody is of什么地方的descent 所以要是你像我们讲林书豪好了 所以林书豪是美国人 可是他是台裔的这样子 So Jeremy Lin is of Taiwanese descent 所以这个of后面加一个 这个哪里来的的那个地方名称 或者国名称 So he's of什么什么地方的descent 所以这个descent是个名词 那descent是这样往下降 他如果动词是descent 第一结尾 所以动词 所以ascend跟descent 一个是上一个是下 这样子 那descent descent的结尾就变成名词 还有一个descendant 也是很常看到一个字 descendant 少一个n在里面 所以讲回林书豪 所以林书豪 is a Taiwanese descendant 也是ok的这样子用法 好 所以到这里其实大概也可以 只是你可能会好奇 那他刚刚讲的super rich 他到底多有钱 往下看你就知道 他事实上真他妈有钱 他有钱到大概是8亿美金的身家 那你看这边嘛 所以他是这个 UK的250个最有钱的人其中一个 这样子 所以我把这段读给你听好了 所以他老婆叫Murti So earlier this year Sunek and Murti appeared on the Sunday Times rich list of the UK's 250 wealthiest people 所以UK的250个最有钱之一 Sunday Times带一个报纸 一个报纸 So the newspaper estimated their joint net worth 所以他们两个合起来的一个资产 joint合起来的 这个net worth就是净资产 所以在730个million的英镑 所以730million pounds 换算成美金就是826million US dollars 所以800个million 那600 6million 然后前面再加两位数 我在干什么 总之有时候数是对我来说小卡 我其实没卡 我只想解释给你听 因为百万再加两个零上去 就是亿了 简单的说 只是英文的billion这个字是十亿 这我们常在讲 所以你不能随便拿billion这个字出来 如果今天你要说它是billionaire的话 还没到 因为它是0.8 billion OK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billionaire 那你是十亿富翁 你的资产是以十亿起跳的 那你还没到十亿就不是billionaire 它是millionaire 可是它是multi millionaire 它是好几百万 甚至是好几百个这样子 所以800个million 总之在我们中文讲叫做八亿 所以八亿美金的身家算是很厉害的天哪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称成台币的话 哇塞 那个是千万的千千亿的状态是不是 八亿对我讲的很扯 八三二十四两百多亿 千亿的讲的太扯了这样子 台币身家200多亿大概是OK 好还是很厉害 对不对 还是很厉害 那所以说他说他super rich其实也没错 说实在 那我也不想讲太多了 说实在 可是其实我刚看了一下下 他是他老婆很有钱 所以你也可以算他 所以你看这边有讲 他的老婆叫做Akshata Murthy the daughter of an Indian billionaire 所以他是一个印度的billionaire 所以这真的就是他老爸 老婆的老爸就真的是这个billionaire了 所以十亿起跳的这样子 All right 所以有段都在讲钱 好事快 同臭味 but anyway 所以总之英国又换首相了 那所以换的是这个人 熟悉一下他的名字 他叫做Rishi Rishi Sunak 好 接下来应该常听得到 我相信他应该不至于有 这个Listruss那么样的短命 希望没有 也觉得蛮高兴的 说实在 我觉得这有一种亚洲人的 那种予有容颜的感觉 这个这种情怀 我觉得其实蛮 蛮变态的 蛮变态的 如果我自己应该检讨 自己这种变态的这种想法 就是 像我们 我在国际上看到 例如说是世界杯 那只要是亚洲队踢一个欧洲队 我就是踢亚洲队加油 没话讲 可能除了韩国队 如果韩国跟德国踢 我可能踢德国加油 对韩国人就是没那么开心 可是如果日本队跟德国队踢 一定帮日本加油 即便是中国队跟德国队踢 我也是帮中国队加油 就是我戈壁往亚洲弯 基本上 那如果亚洲里面 如果今天中国队跟日本队踢 那我一定支持中国队 我就是没有 相对来说没那么喜欢日本人 虽然对中国也没有说 那么大的好感 那如果说今天是日本人跟印度人踢 那支持日本人 那韩国人跟日本人踢 还是支持日本人 韩国人跟印度人踢 支持印度人 所以大概 韩国是最低的 对不起 可是总之有一种这种 就你如果在美国住过 我相信 在北美住过 我相信你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就是其实在那个地方 亚洲人是蛮团结的 就你都已经在一个 充满种族歧视的地方了 你还要在内部分化自己 是很没有意义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 有那种亚洲俱乐部 或之类的 就学生当学生时代的时候 那在那边 你如果参加那样的团体 哦你是韩国人是吧 哦来来来 你是日本人 我们大家都兄弟 因为至少大家看起来 肤色差不多嘛 那这是我的感受 或许你不见得 那如果今天来了个印度人 会不会说 哦 I am Asian too 所以他也想参加 这个亚洲俱乐部 那我相信 也应该还是会有人欢迎的 因为总之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是白人 我们也不是黑人 那这两个颜色的人 会一起欺负我们 所以我们在 form一个alliance 来去抵抗这一种歧视 有没有比较好 真的有 OK 所以 我不知道 propagate这样的想法 有没有意义 有时候我们讲说 世界 我们应该四海一家 我们不应该再去分肤色 讲是这样讲啊 如果都不要分肤色 你世界被踢个小啊 每个国家 要不是替自己的国家加油 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 那就不要带国 带国旗去国际间比赛 国际间就是一定要有国家 甚至是民俗的 民族的意识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避免不了的一个事情 我们人都是 一定有tribalism在脑袋里面 好 我又开始ramble了 不太应该 但anyway 我们讲到这里可以了 后面也没讲什么英文 有点对不起大家 但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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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